我站在时代的渡口 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 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 更要共同善行智慧 站在时代的渡口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跟我们一起来思考未来 来想象未来 我是何建民 我是杨向宏 我们在前面几集的节目里面 花了很大的篇幅的时间 从科技从医疗的发展 开始去想未来人类 在面对疾病的时候 在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那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呢 很感恩就是杨先生引领 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 告诉我们说 在很短很短时间的未来里面 大概基因疗法会有很大的突破 那可能呢 就是透过我们对基因的认识 有一些原来认为是天生 没有办法改变的疾病 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做一些改变 那原本认为是没有办法治疗的疾病 也有可能会因此找到治疗的机会 那我们不禁要问 医疗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 那再下一步会是什么 那当然我们也一直在提醒 我们的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 就是说这一切到目前为止 都是依据已经正在进行当中的 这些医学的实验也好 这些医学的努力也好 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做不到 不要只听到基因疗法就觉得 好像它是万灵丹 可能它中间还有很多变数 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 这个要跟大家先做报告 那顾问您觉得说 下一步医疗会往哪个方向去呢 其实建民我们其实在做这个节目 有时候我会思考 它是一个时间胶囊 时间胶囊 Time Capsule Time Capsule 你知道这个时间胶囊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见证的 所讲的 我们很小心 我要告诉我们听友 就是说 其实我们非常严谨 很小心的选用了很多题材 要告诉大家说 如果我们这两个人的录音 这个节目录了一两年以后 我把它封存起来 然后请很多朋友一百年后再来听 我跟你说 现在时代不是这样 现在只要你敢说 你讲完了之后呢 这个东西都会在网路上面 是 那到了网路上面之后呢 其实你就有N个版本的Copy 就留在网路上了 对 所以这个时间胶囊 不用把它封存起来 它已经存在 然后呢 在未来随时都可以拿出来 再做验证 是 那个时候 等到我们预测的那个时间到了 其实就可以来验证说 到底你讲的是有利 还是无利 是往路上传在欧白说 还是说真的有点不合理 我为什么这样讲 你就说 其实我们除了在面对这个 世界科技最前线之外 我们也一直在重新思考 反省 说人类走到今天这样一个路子 到底是福是祸 如果是福 我们很愿意 说这个事情要走下去 是祸 我们要告诉大家说 走到这里 要多施量 要做一个选择 在做选择的时候 所以这是一个时间胶囊 就是时间胶囊 不是只是跟你赌说 我对我错 不是 是说我们在那个时代 我们曾经留下锦语 我们曾经说过这些话 有把锦语吓在拼顶 打在拼顶 打在拼顶 其实老实讲 在做这个节目 我一直跟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还有听众朋友报告说 我从来没有做的 这么累的一个节目过 因为你 恭喜 你真的走到 把自己推到最前沿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四下无人 对 你正在最前沿 其实你没有地图 没有地图 说穿了 你真的没有地图 你有的只是 手上一些简单的工具 然后可是你却要去摸索出 一条可能的出路 我老实说 我敢这样跟建民这样 我们两个一起走这个路 我至少有个本事 我对于物理跟化学 这两个 因为这是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 最强的两个 那是你投资的好吗 但是我 我投资不太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知道和建民也不是省有的 对 你读什么 自己承认 好 那个可能很多 很多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都不知道 我虽然是 一辈子都在做记者 可是其实我的本科念的是地球科学 所以是自然科学 所以你的物理基本上是不会太差的 我的物理我很对不起 我的物理老师 我的化学也很对不起 有的化学老师 你看 Anyway就是 学理工一定学逻辑 是的 学理工一定学逻辑 那个潜在的 那个对物理跟化学的判断 那个不是完全没有的 是 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说我走在前面 我很勉强 我很勉强 可以跟得上一点点 不过老实讲 就是说在这种时候 因为他发展的速度已经远超过我们以前所有的经验了 是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那种速度底下 会造成的改变也远超过人类过去的经验可以去判断的 我一直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念书的时候 然后刚进到大学刚知道说有一种东西叫做电算机 电算机 然后我们学校有一个电算中心 那个电算中心里面呢是一个就是很大的房子 然后呢我们要我们要写程式哦 可是我们写程式是写在那种 当时大学联考的时候有一种那种 画画二笔铅笔的那种那种券上面的 对一张卡上面的 然后他要读懂我上面画的这些东西 然后送进去以后电算机要帮我演算 我那时候一直搞不懂一件事情 叫做一加一等于二明明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我写成算式的时候我搞这么复杂 要教会机器来做这些事 那也不过就是1987年的事情 1983年的事情 1983 1983的事情 你想那个时间刚好是跨越到个人电脑 对就是那个时候从那种很大型的计算机 电算机 然后开始要也开始有那种小型的个人的电脑 王安 对所以很难想象 速度就那么快 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一只手机的运算能力都比过 我们当时的很多很多机器 很多很多机器能够做完的事情 一间一间处 对 所以人类正在正在历经一个高速变化的时代 这个是我们在节目中不断的在跟大家强调的 可能人类历史上很少有机会 像现在这样子科技这么普及 然后运算的能力这么容易取得 然后呢所有的东西在这上面都可以很快速的被演算出来 然后人类过去想象说人脑一定比电脑好啊 那个电脑有什么了不起啊 可是眼看着在未来几年之内 超越 或者是在过去的一段经验里面 我们也知道说有一些东西电脑已经比人脑算得还快了 然后在特定的领域啦 但是在一个局部的领域 所以发现说科技进步这么这么的快 然后呢可是我们却好像坐在那个高速 就是高铁上面 我们没有感觉到它的加速度 坐在高铁上的人没有感觉到 高铁的速度是那么快 当然要那么快 可是呢我们被带着走 已经冲到那个程度 那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会面对一些我们不理解的状况 但是那个时候又必须要做判断 那个时候怎么办 为什么我们在讲医学这个领域的时候 特别强调这个问题 的原因是其他科学 发生在什么18天外 离我们就很远 很远 有些在太空 有些在美国 有些在哪里 可是医学没有 医学只要一发生就到你身边 就影响你的生命 那台湾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如果要以这个速度来看台湾的话 台湾本来就在全世界全市民的国家 只要一件事情不管在哪个国家 在医学上已经发明了 已经该开始做 如果说有十个国家已经开始进入这个境地 那台湾一定是其中一个 一定是其中一个 我们已经验证过很多 比如说骨髓捐赠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可是全世界没有很多国家 有能力做骨髓捐赠这个事 因为要检查很多配对的可能性 那就是科技 那个是技术 然后最后还要有相关的能力 可以真的从协议里面分析出来这些干细胞 然后最后还要能够成功的萃取出来 而且能够成功的种到人的身体里面去 这个我只是举简单一个例子 这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可是一旦世界上有这么一件事情 台湾就跟上 很多的这种流感的疫苗也一样 全世界也没有太多国家会做流感疫苗 甚至其他的疫苗 台湾也是在全世界 全市民的国家就进来了 所以台湾我们在这里谈这些技术的时候 其实是并不是在谈什么 这个很遥远的 很远的别人做的事情 我们只是道听途说 其实有一些经验在台湾其实都有了 那今天我们最主要要讲的是clone这个字 我特别用英文讲 因为这个字翻成中文 怎么翻都不太像 clone怎么拼 c-l-o-n-e clone这个字 clone的意思 一起下面艺术 clone艺术其实我们都干过了 以前 对啊 你种小番茄 什么树啊 的时候 你有没有分株过 就是果树要长大的时候 长大的过程 剪一只枝 然后重新再擦 它又生起来 这个动作叫做clone 等于是复制的意思 对 也就是说这个复制本身叫做无性繁殖 就是没有经过性别 比如说我们要结婚才会有小孩 是 那他这个是不用结婚就有小孩 对植物来讲 对植物来讲 就是不必配对 就是他自己 然后那个基因呢 是跟他完全一样 identically一模一样 OK 就是这棵 这棵原来的妈妈 把它叫做妈妈好了 对 妈妈树 妈妈树如果被就是分支 分支 分支 然后呢重新再摘 请问他可以分几支 不知道 就是我也不知道 看你的需要 你要分一百支 可以分一百支 那如果这个被分支的 长大了之后 我们再分支 他可不可以再继续做下去 可以 这就是monochrome 就是单株 环子 单株 然后呢多世代的 多世代的环子 其实长的里头都一样 就是一棵 好 所以杨先生是从 先从植物界来说 就是在我们的农耕技术里面 其实已经有这样的技术 对 假设我发现有一种 有一种植物 它是对我来讲 很有经济价值 然后呢 我想保存这个植物的基因 不要让它有变异 或者是被混到其他种 讲白一点就是较好吃 较好吃 较硬 较硬 较大 较香 较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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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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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植物 有时候我会想说 好 好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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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只生这个棺 你像我生太棺 我要怎么办 控制它的棺 对 控制植物的高度 让人比较好栽材 有这种基因吗 有啊 木瓜现在就被弄成 都是我们的高度啊 就是人伸手可以拔刀的高度 你现在如果有机会去参观 那种人家种木瓜园 木瓜园 很怪啊 这么好 手气就突突闭到 那是设计的 那种长得太高的木瓜树 都淘汰了 就是长得比较矮的树 木瓜树存在 你不要说 那个 你 正在外人都知道嘛 重稻子最怕是什么 长成了以后 倒水嘛 倒水就倒到 躺到那个树上去 水里面去 躺到泥巴里面去 这怎么收割 对不对 那就有人说 那个稻子 梗太长 就比较容易被风吹倒 被雨怎么样打到就倒了 所以它就培养出一种 矮种的 梗比较短一点的 梗短 然后比较粗的 怎么来都不会倒 所以呢 耕耘机到了该收成的时候 它还在哪 所以台湾有这种水稻 有 现在的水稻都可以用自动收割机 收割的原因是因为它都长这样 人实在很聪明 所以有时候我会 有一种思考说 这还是植物嘛 所以我一直认为农作物 不等植物 植物它是一种 在自然环境底下 自然生长 它爱怎么长 今年多生两颗给你吃 明年不生 这才植物 它有自己的意思 可是人类为了经济的目的 为了采收的方便 为了希望说能够种出来的这些水果也好 我们的食物也好 希望说它能够长出一个符合人类需求的 对 的需求 对啊 这个叫做农作物 农作物的 所以农作物一般都是来自clone 就是clone出来的 好 既然植物可以这样 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可能要让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 光听到这个我都觉得已经震惊到 不知道该怎么办 每天发生在你身边的事 那其他还有什么事情 我们广告之后回来 梦子 君子之于秦寿也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 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 愿刨除也 梦子 君子之于秦寿也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 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 愿刨除也 吃的东西对于人体要适度的均衡 哪一件东西太多了都不适合 所以虽然是素的 我们还是要要求不能够太多的盐混在里面 不能够太多的糖混在里面 不能够太多的油在里面 太高的盐混的话 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并没有好处 这是在非洲的这个研究 在内陆的部落 他们盐获取比较困难 靠近海边的 因为这个海水是咸的 他们这个盐混的设计就会增加 那么高血压 这个中风 在这个靠近海边的部落 就非常平常 但是内陆的部落 因为他们盐混的设计 盐巴不太容易获得 所以他们就吃得比较清淡 他们高血压 这个中风的机会 就减少很多 这个跟我们饮食的习惯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站在时代的渡口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刚刚我经历了一场 那个心灵的震撼 那个杨先生告诉我们说 在台湾 其实呢 在农产的这个行业里面 农作物这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用了很多很多 基因的技术 然后呢 让我们所创造出来的植物 这些农作物呢 又甜 人又好栽材 遇到风的时候 又没多长 然后就是 好像听起来对人都是有帮助的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 我常去买水果 那我家人会问我说 挑一下 你自己亲自去买水果 我自己去 我喜欢去买水果 我很喜欢买水果 因为去水果店 有很奇怪的一种快乐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看到很多水果 你该不会刚好数猴子吧 有可能 反正我跟猴子有40% 只有40%不一样 有60%一样 所以就看了好喜欢 我很喜欢水果 我觉得水果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 而且我去买也很感恩 它怎么长那个样子 就一样 就是要给人家吃的 它怎么那么贴心 就是水果怎么长那么贴心 只有一个比较不是那么贴心 就是榴莲啊 你要吃它的时候 手有时候会受伤 它不是那么贴心 不过后来发现 它其实也很贴心 因为真正可以吃的时候 它会裂开 那裂开 所以你稍微扯一下 它就开了 所以是你太急 不是榴莲 很多人不敢吃 对 就是说这些事情 然后我有一天 我真是问了一个种水果 因为我也喜欢羊桃 Star fruit 羊桃大科很漂亮 我自己以前小时候种过羊桃 很小科 小小一个长很高 很难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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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窄有时候会下来 会跌倒 所以都 牛头长 牛头长 太均匀 看着它漂亮而已 不能窄 满不到 后来我有一次去农场 就看到说牛头长 什么是卵枝的 卵枝羊桃 卵枝羊桃 羊桃不是这样长 不是往天空长 是往横的长 然后他们还像那个种葡萄一样 架个棚 所以牛头现在可以攀一盆 爬顶 暖枝羊桃 暖枝羊桃 暖枝羊桃就这样 那那个棚子当然做人的高度 所以去看一下 他们有套袋 观光果园可以让你知道 套袋 它套袋 套袋 所以套袋 它们很厉害 看袋子就知道这一棵 可以摘了 可以摘了 那你就摘下来 袋子还摘 一拿出来 好漂亮 那没有跟虫分享 有点罪恶感 因为以前我自己种的水果 每一棵我都分享 鸟啊 鸟啄过的 虫啊 咬过的 那以前的阿嬷跟我讲说 鸵枝瓜 比较好吃 对对 你说鸵 它已经在鸵 鸵的鸵 鸵 你就鸵枝下去 你就鸵枝就对 那现在都没有 都套袋 后来发现 去那个梨 种梨的 它那个是日本来的接枝 它也接很低 然后特别 它其实不是弯的 但是梨 在梨树的那个枝啊 在它刚开始长的时候 如果你把它弯了以后 把它绑在那个棚架上 它也会顺着棚架上 顺着棚架上 看起来也像葡萄 那也一样一颗一颗 我那一次就说 为什么要把梨掉 掉进去 那农民看着我说 我都生这么高而已 我生这么高而已 你不知道辛苦 还是比较好办 为了要比较好办 所以冲着这个经营 不过也是这样 所以这些东西 我觉得 有没有坏处 有 其实我们的木瓜 很多人已经吃不到 我小时候我喜欢 我种的那个木瓜 但是我那个木瓜 不太喜欢给人家吃 因为它长很高 大概长到 我记得我家 差不多二层楼高 到三层楼高的木瓜 三层楼库的木瓜长 我说每一次都长得很大颗 不晓得怎么办 青青 那边要吃 我们在 熄了又落下来 已经不吃了 你知道那粒吗 栽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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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它就开始 慢慢变黄 栽脏那种 哇好急哦 因为眼看就掉下来 掉下来就 就烂掉了 就不能吃了 然后再加上 我们以前有一些鸟 很可恶 它的洞 你看那个 绿的它不咬 它不会咬 它要咬熟的 然后呢 你明明从这边看 那瓜是好的 摘下来后面有一个大洞 已经吃过了 我跟你讲 纸没有吃 纸没吃 只吃肉 只吃肉 我又怎么看都想 这吃什么鸟 聪明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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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后来也很甘愿 就说 啊 这根木瓜 种给鸟吃 也算不错 可是我告诉你 台湾曾经 发生过这个 木瓜黑色素病 黑色素病 一种 应该是绿果性毒病 全死 这种木瓜 所以这种木瓜 买了就要拆掉了 不是只有我一种拆掉了 全台湾的那种木瓜 就是那 现在木瓜切开都是红肉 以前切开是黄肉 而且肉的那种木瓜 那那个有一种特殊的臭味 其实有人说香味 有人说那个木瓜特别好吃 而且它的木瓜酵素特别多 那这身体不好的人吃 特别好 但是问题是那时候也是一样 比如说这种木瓜好 所以所有人都拿它的种子去种 不是都长同一颗 所以当一个病来的时候 就全台所有的病 如果大家都只种同一种 到最后只要有一种疾病 这一种造成致命性的威胁的时候 这一种会绝种 因为这一颗会死 那一颗也会死 您在讲这个时候 就让我想到 大海电视台其实有 自播一个节目 叫做地球证词 这个节目我们是专门去 采购国外的很多很棒的电视台 他们所拍摄的纪录片 然后有一天 我就在地球证词里面看到一集 很精彩的一集 日本人是一个最会发展 经济型农作物的一个国家 他们clone做最好 然后所以呢 他们经常会选择说 那哪一种东西如果种起来 他比较好种 他就会全面性的都采取同一种 这样来确保他的经济收入 确保他投资下去的钱 到最后会有回收 而且确保有饭可以吃 结果有一回呢 日本的电视台就跑去了 南美洲的安地十三 然后他们去拍摄一个印第安的部落 那个印第安部落种马铃薯 种那个马铃薯 台语要怎么说 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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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刀 有人说脱刀 结果结果结果 这日本专家就赫然发现 这些印第安人真笨啊 怎么这么笨啊 因为呢 他们在种植的时候 他们那个地区有很多种 不同种类的马铃薯 有的比较大 有的比较小 有的耐寒 有的耐汗 然后呢 就是有很多种 不同种类的马铃薯 然后他们在种植的时候 就每一种都重一点 他们可以耕作的土地 已经不多了 然后他们还每一种都重一点 所以呢 那个节目主持人就问印第安人说 你们会不会这样子种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我们有很好的农耕技术 我们可以帮你分析这边的天候 帮你看这边的土壤 帮你看这边的那个所有的 保证收成 对保证收成嘛 保证你丰收嘛 你就种某一种这样 种下去你大量种就好了 Moloclon 就是单株 结果呢 这些印第安人就回答说 你说的好像有道理 不过我的祖先不是这样教我的 我的祖先不是这样讲 日本人就问说 请问你们祖先怎么给你教 这些印第安人就回答说 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 老天爷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考验 我们从来没有办法事先知道 我们不知道今年会是汗还是雨 我们也不知道今年要流行哪一种 马铃薯的疾病 所以我们的祖先教会我们说 你任何种的马铃薯你都种一点 虽然你的收成不会很好 不会好到说可以丰收啊 拿去外面卖啊 没有 但是呢 你至少可以确保 今年在收成的时候 总有几种 你是可以收成的 那你有这几种可以收成 我们这个种族就能够被延续下来 我们就有饭吃了 如果你只种单一种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发生 刚刚杨先生讲的那种状况 就是来一个疾病 结果呢 通通都没有 通通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住在山上 我们去找谁要饭吃啊 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吃啊 所以古印第安人 他们的智慧 其实是多种的栽种 而不是单一品种的栽种 不过现在看起来 那个只是有一些少数的人在做 现在多数人都在种同一种品种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危机 这是全球危机 全球性的危机 杨先生刚刚在讲说 台湾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很多事情都是排在全球的前几名 然后包括农产技术也是 然后农产技术里面 据我所知 现在台湾所种的稻米 好像只有一种 好像只有一种 虽然我们有 不过虽然这样说 就是我们的种子银行里头 已经预存好几种 有 就是我们有一个种子的银行 因为我们有发生过了 像木瓜黑素质病 或是柑橘类的黄龙病 也是以前那种 古早我们过年的时候 可以吃到的碰甘 碰甘 不见了 现在已经没有碰甘了 很久没有了 没有看来碰甘 那另外就是文旦 老实说麻豆文旦 很多的树种 其实是在饮食过一遍 所以现在留下来 其实是比较新的种 比较新的种 所以说很多人说老长 我都很怀疑 他老长有多老 多一长 好吃是一定的 好吃是 多一长 真正的老长 所以这个都是 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这种单一树种 种下去 很好 收成纪念很好 可是一个病来的时候 全果 全死 死光 所以如果植物会这样 我们现在在讲基因疗法 在讲跟人有关的东西 跟人有关 那会不会 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呢 也会发生类似的事 也就是说 这个我刚讲这个 Clone的目的 就是说这个技术 我证明这个技术 已经存在很久 那这个技术已经会被 从植物开始用到 动物 那这个动物里头 以前叫做基因疗法 或是基因工程 现在叫组织工程 组织工程 组织工程的意思就是 拿你的干细胞 去培养一颗 你自己的心脏 或是你一个器官 那当你那个器官受害的时候 你自己的培养好了 可以置换上去 这个是我们在前几期 已经开始在讲这个 那这样的做法 当然是你自己 你自己养你自己 自己的干细胞 培养出来的组织 照理讲 移植到你自己心里面的 身体里面的时候 其实那个排斥性是最低的 就是没有那个 所谓排斥的问题 因为是你自己的 是你自己 然后听起来 好像一切都非常的美好 到目前为止 这个是最被接受的 因为老实讲 现在的确有些人 他的器官 不管是先天的原因 或是后天的因素 就是总是在他 还蛮年轻的时候 就会走到 说他器官已经不能 衰竭 不能再死 所以目前就大家很提倡 这个器官捐赠 如果有机会的话 能够捐赠器官 那但是器官捐赠 我听说比例是差不多 一千比一吧 大概有一千人在等 只有一个人等得到 那个是非常非常难的机会 很难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这么多人在等 他的时间是在倒算 就是你既然身体里面的器官 已经到了要等器官移植的地步了 那就表示说他已经不太管用了 如果没有等到 大概就是就没有了 住戏 等到了也不一定会有机会 所以新的这个 这个我们在讲是 2030到2050之间 这段时间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一旦有这样的病的人 我们现在大概只剩下肾脏 还没有办法培养 大概比较困难 那其他很多的脏器 包括肝脏 心脏肝脏 心肝脏 脾脏 胰脏 这应该都是可以 可能有机会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那就可以培养 那这一部分是比较被接受度高的 就是觉得这个是自己 自己的细胞培养 为了要救命 为了要救命 但是如果为了其他目的 可能这个就会被批评 比如说有一个人觉得 我这一颗心脏 我想再找一颗更好的 更年轻 要用这样的目的去做 年轻化 把自己变少年 就是我现在已经 譬如说我已经几十岁了 但是我感觉说 现在我体力越来越不好 我发现我没打拼 但是我来换一颗好不好 我如果有钱 我就发现做这个事情 而且有钱出了棋的人越来越多 那这在医学伦理上 你该不该帮他自翻 如果是为了救命 如果是到那种濒临死亡的边缘 我相信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是为了改善 或者是改良 或者是优化 鼻子不够高 去养一只鼻子来换 怎么可以这样 鞭子挂来还能倒进去 没问题 这个就可以做得到 就是你希望的鼻子 那先帮他做一个架子 打造一个特殊的鼻子 然后做好 要害一个人 要害一个人就给他做一个很长的鼻子 就叫做face off 就变脸 变脸那种技术 有一个电影在讲 不是做不到 真的是做不到 现在正在往那一步一直走 这个部分有争议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他有特别提到说 当基因流法变成有可能 那很多人就开始想要 打造一个优质的基因 那比方说刚刚杨先生讲说 鼻子不够挺的 还有就是那种运动员 运动员在赛场上面 他的肌肉如果不够强 那他可不可以透过这种方法去强化呢 不过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检查用药 就表示是不可以的 就是说照理一讲 人生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是生下来是怎样 我们就有一个标准的条件 现在就是因为那个秘密被解开 潘朵拉的盒子被打开 说可以 那就开始有人想说 那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而且这个最大的麻烦 应该是会在这个地方 叫做说 如果要实行这些疗法 或者是实行这些优化的方法 你可能需要付出 很大笔的金钱的代价 那也就是说 只有有钱人才做得起 贫穷的人 其实他是很困难的 那会不会变成一种 就是某种程度上面的 不公平的竞争 就是一种特殊的优胜的方法 让某些人就是越来越 对对对 不是又一样了吗 又一样了 又回到 他可以开始有一天 开始认为说 你的人种不太好 我帮你再改一个好了 那个 我是一项人种都不太好 我很承认了 就是 可是我们的世界应该说 我很喜欢我的缺点 对对对 而且你喜欢他这样的人种 我们应该尊重 可是当科技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 这个部分是要被讨论的 就是说你即使技术做得到 你可以做这个事吗 对呀 可是现在就已经有很多 明明就不是这样啊 你看很多人整形整到 每个人看起来都长得一样啊 韩国 都已经可以用钱去把自己的容貌 变成另外一种样子 那以后如果疗法更进步的时候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站在时代的渡口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是何建民 我是昌昌豪 真的越谈觉得越有点恐怖 但这一部分 我相信 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开始在面对这样的问题 也制定了相当的法律 那在科技界也有相当的自我节制 那虽然我们刚刚讲的clone 这种单树 可以这样一棵一棵种一样的 现在在很多动物上面 猫 猫 猪 猪 牛 都已经开始产生这个同一只 那可以生长好几代 一直在做 这个东西都做 不过在林长类没有 人类更没有 没有这个部分的限制 毕竟你要做这些事情 你都是还要请领经费 真正有钱来做这些事情的人 都是还是会受到这个 或是这个国家 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水准的限制 不过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有某些国家 可能如果他想的跟我们不一样 他国家不禁止 反而在研究所谓的优势人种 更厉害的打击部队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预测 目前其实比较危险 所以联合国在这部分 其实是也有一些共识 就是大家不要往那边走 那要这么 空有这样的技术 那不能往前走怎么办呢 其实现在我们还有一样东西 我认为我们到 在一百年 可能也完全没有办法完全解决 就是癌症的问题 那癌症的问题的确 癌症一旦开始成长 你把某些器官置换了以后 你可以放心的下去 那或是在基因上面 关掉某些癌症的基因 导致癌症的基因 或是本来应该抑制癌症 结果他们抑制 我们就想办法帮他抑制 这个疗法有的 从基因的层次去做 是有在这样做的 那甚至于有些生出这种 很小很小的奈米子弹 把药包在里面 他只有碰到某些癌症细胞 他才会发生作用 他才会爆炸 他真的是爆炸 所以导致那个癌细胞就被炸死 就被炸死 他是用这个方法 他只会在炸死癌细胞 所以你看那个里头牵涉多少技术 而且那个人工胶囊 人工做的他们的奈米子弹 小非常小 载体 那个载体 跑到那个地方去 他既可以爆破癌细胞 也可以去到他的关键的细胞 去改造他的基因 这个都是在未来 我们所会看到的 那我要讲的是 这些技术全部都源自于 我们一开始因为植物我们开始可以 可以复制 复制 那所以就开始有这些 在基因上面到动物也都可以做 那新的疫苗对抗癌症 不过就加莱道雄先生的这本书 他到目前为止 他很诚实说 恐怕我们未来还是要与癌症共存亡 就是他虽然我们会解决掉 一些比较简单的癌症 可是复杂的癌症会再出来 那我们虽然看起来 我们可以控制的很多生物 对我们的 比如说细菌 或是绿国性病毒 对我们的侵害 我们也可以做疫苗 可是你做疫苗的速度 也许都没有快过 他产生新的病原的速度 所以这个部分 对未来来说 我们只不过是解了方法 可是却没有办法停止 有一些可能对人有害的东西 继续侵入 所以这个部分 也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对于未来没有办法 那么精确的去讲说 有些人讲说 以后是一个没有病 不会生病的时代 这也是不对的 我们还是会生病 因为会有新的病 而且新的病 我必须讲 有可能比我们现在所对付的 以知的疾病 更厉害 更厉害的病 因为某种程度 我们在帮他做天责 那个我听杨先生讲这段话的时候 我心里面浮现出一句 很古老的话叫做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也就是当人类 选择了这样的方法之后 很显然 大自然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回应 那其实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读到这个第三章 它的标题写说 医学的未来 这编辑群帮他下的标题叫 完美与超越 完美还不够 还要超越完美 那我光是在读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读到都会觉得惊心动魄 我帮所有的观众朋友 还有听众朋友读一下 从现在到2030之间 会发生什么事呢 会发生基因组的医学 就是你人类越来越了解自己的基因 再来就是会有干细胞的技术 会越来越发展 那刚刚杨先生讲的 Clone 这种方法 就是来创造出来 复制出来你自己的组织 甚至复制出来更多东西 这个是有机会的 然后基因治疗 利用已经了解的基因图谱 然后开始去改变你的基因 去做一些治疗 这是有可能的 还有就是面对癌症 这个是在短期之内 就是在现在到2030之间 其实不远 不远 今年是2018 12年之内 我们要开始面对这些事情 那他在书里面 其实讲到说 在很多先进国家的实验室里面 他走进实验室 会看到人工培植出来的膀胱 人工培植出来的种种器官 然后被放在那个罐子里面 在培养液里面 还很正常的在运作 他说那个场景很像是看到那种 科学怪人的电影里面的场景 但是事实上 这是现在世界上 有少数的实验室 已经做出来这样的东西了 但是到世纪中期的时候 光是看标题 2030到2070之间 那个标题就更爽动了 这些每一个标题都可以开始 让我们有无限的想象 比方说基因疗法 开始发展出来 变成一种疗法了 下一个是定做的孩子 你可不可以定做一个小孩 用基因的方法 有没有可能做这种事情 还有大力老鼠的基因 也就是说在某个部分帮你强化 太空飞鼠会出现 就上次开玩笑讲的 太空飞猪 太空飞猪 太空飞人 然后还有就是会不会产生 生物科技革命的副作用 副作用会不会开始出现 那在比较遥远的未来 2070到2100之间 他开始问人一定要老吗 还是一定要死吗 或者是人一定要死吗 逆转老化 然后限制卡路里 可不可以让人的寿命 变得更长寿 现在有很多 青春之权是什么 我们一定会死吗 然后我们的生物时钟 有没有可能改变 你有没有可能既永生又青春 这些光是念这些标题 你马上脑袋里面 会闪出一系列的电影的画面 就很多人就追求不死 追求永生 然后有没有方法 可以让人真的变成这个样子 人口食物跟污染 就是现在人口的成长 照目前的成长率 到后面到底会怎么样呢 地球这个星球 到底还能够供应我们多久呢 然后呢会不会有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 关于世界人口的一些希望 然后最后面 这些标题每一个都很劲爆 富裕消失的生命形式 比方说 尼安德塔人有没有可能重现 恐龙 然后恐龙有没有可能重现 蒙马像有没有可能重现 侏罗基公园真的只是 那个编剧家的想象吗 有没有可能创造新的生命形式 物种 有没有可能是创造新的物种 有没有可能禁止所有的疾病 它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还是根本是人类幻想的无头帮 这些问题 每一个问题 每一个这种词跑出来的时候 其实都在刺激我们 然后呢在逼我们去想象 我们脑袋想象的那种最远的边界 那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作者提出来是说 有这种可能性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 不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真正在选择的时候 应该依据哪些标准来做选择 会是比较好的 是 我觉得这是困难的问题 非常困难 尤其是科技 我应该这样说 就是说过去 你说秦始皇时代 有没有想要产生不老 所以这个产生不老 有N个人想要产生不老 产生不老这个事情 我们就举产生不老就好了 这事情 不是现在才有的想象 可是为什么那个产生不老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担心呢 因为他做不到 我们从现在去看他们 真是笨死了 不过虽然没有产生不老 但是创造日本 你说徐福 故事不是这样讲的吗 古时候故事 但是没有太多的伟大的依据 对 只是传说 只是传说 那现在不是的 现在如果还有秦始皇这样的话 对不起 那个事实 可能产生不老的 这个事情 已经有脉络可循 有一个脉络 就是基因如何复制 那样的基因复制以后 这个基因 加上 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 他的记忆体能不能被转换 这个都变成是在方法学上 物理真实上面 已经说他是有可能的 只是现在的技术还没那么好 以前是没有办法想象 秦始皇的时候 只能去寻找林丹妙药 通常吞很多林丹妙药的那个皇帝 到最后都死得很快 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 现在真的看起来 就是以嘉蕾道雄这本书来看的话 真的我们在未来可能一百年内 有可能走到说 我们真的有办法 让一个人 即便这永生 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 因为我们现在 是基于我们 从过去 他们能够活到四五十岁 算了非常长寿 现在活到四五十岁 根本普通而已 现在是七八十岁 那未来这一段时间 因为这些进步的关系 所以平均寿命 有可能突破一百岁 OK 好 那如果说是两百岁 人可以活到两百岁 那某种程度 对很多人来说 已经算是长生不老 因为那是已经很长了 非常非常长 甚至于更久 这个 就没有办法说 他永远不死 可是他的确可以超越过 目前的情境 不要讲说到两百岁 到一百五十岁 这个世界都已经很惊人了 我们可能这个人口的结构 以及伦理 以及整个世界的这个思考的方法 都可能要改变 至少现在跟人家讲说 六十五岁要退休 说的太早了一点 如果一个人平均寿命可以到一百五十岁的时候 你叫他六十五岁退休 你什么意思啊 我必须很负责任的在这边提醒杨先生 你现在所说的一切都会在网络上播出 然后都会变成成堂正贡 以后总有一天 有人可以从这些录音里面 或录影里面 提出来说 那个杨先生当时曾经说过 说我们可以活到多久多久 这样子 都可以来来做验证 不过老实讲 我相信杨先生您是基督徒 我是佛教徒 我们的宗教信仰虽然不一样 可是我们都知道说 人生在这个世界上 某种程度是一种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个负担非常的重 如果有一天呢 我们可以真的蒙足重召 回到上帝的怀抱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就是放下这个凡间的这个枷锁 那那个很自然的 就让自己的生命结束 其实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那一旦人类的这种技术 可以发明到 到最后说 人的生命可以不断的往下延长的时候 现在其实已经在做 那个生命还那么的 还那么的有价值吗 所以这是我问的那个问题 如果平均寿命到120岁的时候 那这个国家定说65岁退休 是怎么回事 这个65岁退休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生命与命 是既估计到75到82之间 所以就说65应该要退休 让他有 最后的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 是应该这样 可是如果他根本65岁还跳跳 退休有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退而不休 所以这个都是 我的意思是说 他改这个科技本身 会改变我们这个社会运转的方法 其实我觉得倒不是科技 我觉得是观念 就是说当我们讲说某某人要退休了 好像就是退休了以后 就对这个社会等于是变从生产者 摇身一变变成消费者 然后呢从此以后就不是生产 对这个社会没有太大的贡献 不过我也越来越发现说 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思潮 是 因为科技的发展导致现在人到了65岁的时候 其实他的生命力还是很旺盛的 那我们善用我们的生命 不管他多长或多短 不管他到最后到几岁结束 可是在有生之年 其实我们都可以对社会造成一些贡献 都可以贡献给这个社会 所以呢当当我们讲说 某某人在工作职场上面退休的时候 我刚说退而不休 不是开玩笑的 有很多这个年纪的长辈呢 他们是选择在工作告一段落之后 接下来他就把他的生命 完全奉献给这个社会 他到处去做志工 然后到处去服务人群 甚至去照顾那些比他年纪还要轻的人 其实有个讲法很精彩 他说棺材里面装的不一定都是白头发的人 死人不是老人 然后呢在医院里面也不一定都是白头发的人 有很多人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疾病 然后呢被疾病所侵袭 导致他没有办法生活 有很多人的生命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 光是靠他一个家庭 他是没有办法自己支撑下去的 需要靠社会上很多的资源投入 他才有机会可以好好的生活 所以当我们开始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我们善用我们的这个身体 善用我们还有的体力 然后努力的去让这些人的生活 可以得到一些改善 其实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其实比如说我跟一些政府的朋友 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虽然说我们也承认 比如说人口老化 比如说人口老化现在很厉害 老化真的是坏事吗 老化未必是坏事啊 他们不是他们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数字 比如说是2025到2030年之间 台湾的人口老化 如果已经到了25%的人 是65岁以上的话 那他们的计算是说 每四个年轻人就必须养一个老人 每四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 那个会不会想的太多了 老人自己可以自己养啊 是 为什么要靠年轻人养 所以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就是来自于 他们原来有一个假设 是说65岁以后就没用了 然后他可能到 还要活久一点 得到80几岁 然后都要靠年轻人养 你知道吗 这个假设 但是这个假设在过去有没有错 没有错 的确过去的社会是这样 以前的社会或许有这种现象 而且65岁以上的人 的确身体比较不好 这个也有 以前的社会是这样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可是观念现在还是啊 你看我们政府官员 有时候在讲话 就是讲这个啊 所以是用旧的观念 在处理现在的这个时代 所以长照计划的整个结构 其实我就认为说 我曾经跟一些政府的人员 在交谈的时候 就是讲说 可是问题是 如果我们寿命到的期望值 不是80岁 是100岁的时候 你这个假设 可能是 还存在吗 对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 那个今天 我们从clone 就是从植物的clone 谈到人 然后谈到说 未来医学可能的发展 那这些种种的 都是对于未来的一些推测 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新的推测 我们会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 再跟我们的观众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那我想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杨先生要不要用最短的时间 告诉我们一个结论 我们还是早一点知道 知道 总比不知道要好 知道以后开始想一想该怎么办 会更好 然后对未来世界 我们还是要有一种 最好最好的一个设计 这个设计呢 符合人性 决定权在我们大家的手上 而不是在这些管技术的人的手上 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